欢迎来到妇宠有礼器 请选择你的形象 请选择你的服装 你是樱花校园里有名的校花 却因闺蜜和男友的双双背叛 与心脏深火海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了的 那就下辈子再说吧 当你再次醒来 却发现自己已经重生到了魔法世界 此时你选择 我一定要华丽妇宠 请选择你休息的小窝 哇 这就是我在梦幻魔法世界的房间嘛 好漂亮 好少女星哦 先到我的床上好好睡一觉吧 这一觉你睡得并不舒坦 脑海里一直重复着那晚被火烧的场景 你猛然被惊醒 此时你选择 深夜 你悄悄来到魔法校园门口 发现这里当初都透着诡异 比如这个会自己动的悄悄板 突如其来攻击人的黑衣怪 还有 哎呀 救命啊 你是谁 快放下我 这样了 后面有怪物在抓我们 终于甩掉了 这到底是哪啊 卫星来的魔法师 这里是使用魔法的校园 所有的异世界玩家 都可以通过走下脚链接来到这里 你可以到魔法学院学习各种学科 努力提升自身的魔法等级 也可以到操场上跳高跑酷锻炼体能 所以你想要报仇的闺蜜 就是这里香蕉组的大小姐 想复仇就快点去打败她吧 请选择是否黑话 穿上战衣 前世 我带你的亲姐妹 你却推我下地狱 而金钱 就是你的死心 恭喜你成功复仇 也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魔法师 谢谢你的帮助 最后你只要登上星空列车 就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当你再次醒来时 发现男友在你身边守候 太好了 诺米茨 你终于醒了 你知不知道 我都快担心死了 面对一脸虚伪的男友 你选择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什么呢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诺米茨哦